單車騎士爬上和歡山無領庭 半拖車衣又拖鞋 赤裸上半身似乎要凸顯熱血 原先站在無領庭旁拍照 突然伸出雙手爬上無領庭 接著比出動感超人的出場姿勢 這一幕被一旁公路總局架設的監視器鏡頭拍下來 我覺得蠻危險的 而且很破壞我們這邊人的素質 很誇張啊 其他人都是在下面拍照 為什麼他一定要爬上去那個上面 就在23號傍晚6點多 南投何歡山上的無領庭 上演遊客爬上無領庭的情節 設有破壞公眾物品設施之形式 然後管理處可依依據國外公民法 財法新台幣3000元 無領何歡山下雪了 開車騎車就能抵達的何歡山無領 少不了雨海把3275公尺的 無領庭拍張照留作紀念 只是遊客來來去去 一旦完新大起就曾出現過 脫序行為 山壁上的小體不要爬越欄杆拍照 非得要跨越護欄站在懸崖邊拍張 或者要爬上緊鄰五領停車場的山壁上 這些行為都有安全疑慮的風險 要避免脫序行為 更要避免危險 高山美景當前只能靠遊客自律自重 在內心無愧與南投採訪不到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